究竟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可以让人刚到第一天就彻底崩溃 我原以为这样的城市对我来讲是不存在的 因为再咋脏乱其实我都还可以接受 直到这个基督城的出现 然后昨天晚上我就发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 这个城市真的没什么人啊 特别的恐怖 而且恐怖的有一点恐怖就是那种让人无法接受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介绍一下 天倒是很蓝很漂亮 没有人 作为新西兰南岛最大城市的基督城 你就在它市中心光剩一整天能够看到的活着数量 不夸张的说 不会超过十个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市中心啊 真的很诡异这个地方 就这种感觉我用诡异两个字形容应该不够分吧 市中心啊 你说它如果各种楼房商店都关门废弃了 倒还没啥 关键是他们市区还啥玩都有 就是没人 你说怪吧 你可以看到零星有那么几个给它看一下 那么几个人呀 真的很恐怖 没有 没有人 还整个红绿灯 有意义吗 在国内城市生活久了突然到这样的地方 反正我是真的难受 有时候甚至都甚得慌 未来一个月我将在这样的城市度过 我觉得我可能回去之后要疯吧 那么如果换座是你 你能接受吗